老师好 假设你是客人老师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长颈录的教学 那我把上面这个都打完了 先不要跟学生做互动哦 跟学生做互动 学生呢就点这个加 就开始填资料都填进来 你等一下复制这些都过来 四年一班做完要给四年一班重做啊 所以呢我们的技巧呢 来点右边的第二颗 这里这颗就叫做复制 那我要点哦 点复制的时候呢 来预设 是什么 内容都不要 只复制设计版 那贴文都没有哦 所以我按提交 这样的复制方法不好 老师先看一下 哦你看看 哦我刚刚要问学生东西都不见了 所以这个不要怎么办呢 回到左上角的padlet 把它删除 我们再重新复制一次哦 好 5733 删除就救不回来了 来再点这个长颈录 我是自然科老师 我把这个架构做完了 希望等一下每一班都有这个 而且还有第一张图 所以呢我点右边第二颗复制的时候 记得把这里打勾 当你把这里打勾 就包含了我们刚修改过的架构 还有第一个贴图 来再点提交 来各位看一下吧 这个就是复制的啊 哦这名字不好 来改一下 修改在哪里呢 在右上右下角的齿轮 这里应该改成什么 四年一班 再改完成 老师看见吗 哦padlet 四年一班上课 我就开始做活动了 四年一班交完的时候 我点这里就应该把它做什么事情呢 封存 对不对 封存完 等一下四年二班又要上课了 一样的内容 再点这个长颈录 再来点复制 记得把你打勾 这里名字直接就做什么 四零二 四年二班 我再提醒老师哦 这里如果没有打勾 刚手个别做的一些分组资料都没有了 点提交 我希望每个班级在做的时候 都可以用分组这样方式来做 哦 你看四年二班 那当四年二班做完的时候呢 我就 这里再做什么 再做封存 来 我再做四年三班 老师为什么要做三次 再多听一下而已 没有什么 打勾 四零三 你现在听得是不是有点熟了 那提交的时候呢 就帮你复制 所以等一下就给四年三班用 来 那怎么给学生记得吧 来来 我们整理一下哦 这一科很棒吧 柯仁老师啊 或者你这个做得很棒 我明天还要用啊 那这个呢 分享给学生 就点这里QR Code 所以四年三班QR Code 做完了 活动进行完毕的时候呢 点这里 你不要把它删掉嘛 先做封存 等封存不够 确定不够的时候呢 以后要删 再从这里再来删掉了 所以我做过的班级 都可以在这里